大家平安 欢迎继续跟我们一同来阅读圣经 我们今天来阅读以色拉记第八章 昨天我们看见以色拉登场 然后亚达谢西王把他拆派回去以色列 并且供应他许多的资源 让他能够回到百姓当中去做教导 然后来做献祭的工作 我们看到到最后上一章的结尾 是以色拉的一个祷告对上帝的称颂 他称颂说是上帝激动这个国王的心 从过去的国王一直到现在这个国王 上帝都一直在做带领做感动的工作 以致上帝的子民能够回到家园 重建家园也重建圣殿来敬拜神 来到第八章 这里我们看到就是记录了 这一个回归的过程 在第一个段落 第一节到第14节就记录了这一批跟着以色拉回去的人 他们是谁 他们有来自什么的家庭 什么的背景等等 那么我们可以怎么样从第八章这里找到一些的 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一些的反思呢 我想第一我们看到上帝为他自己的百姓预备了侍奉的人 在第二个段落当中 15节当以色拉召集这帮人就在亚哈瓦的河边 他们在那边砸营散热 那么他就查看这些的人的点名 看看他们的背景 就发现到 有众多的百姓也有祭司 但是却没有立位人在当中 立位人在建圣殿的敬拜里头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上帝把立位之派分别出来 要他们能够来侍奉上帝 协助祭司在圣殿里头来去分别为圣 来服侍神 因此没有立位人 那么势必让这一个回到 耶路撒冷的圣殿的敬拜 会受到一些的拦阻 因此我们看到 这一个 以色拉就派人去向不同的 在不同的地区找这些的领袖 让他们能够来去寻找 这一个的立位人 那么我们就看到 上帝就为他们做了准备 在第20节那边讲到说 现在有220人来 都是按着名字指定的 第一 我们看到什么呢 上帝会为他的事工 为他的教会 为他的服事 来去预备人 有些时候我们最担心就是没有人 我们做领袖的 做牧者的 有些时候看到 如果教会弟兄姐妹 没有人参与的时候 我们就感到很沮丧 有些时候我们要去求人 来去做上帝的事工 这样 那我想 我们应该先求上帝 主耶稣怎么教导我们呢 主耶稣说 庄稼熟了 那我们要做什么 不是去求人 我们去求 庄稼的主 打发工人 有些时候我们求人 来去做一些的事情 我们会求错人 对吗 有些人很多自己的 有些时候未必对教会的事工 为上帝的国度带来真正的帮助 上帝感动的人 上帝带领的人 那个是我们更需要的 以色拉在这里 他找不到六位人 那么上帝带领他 到最后为他准备了222人 我们现在教会事奉 让我们更多的祷告 上帝感动你的殖民 在心中激励他们 当然 我们要劝人来侍奉 我们要鼓励人来侍奉 就好像保罗 以上帝的慈悲 劝人来侍奉 怎样 这是对的 我们要劝人来侍奉 但劝人侍奉之前 先祷告 然后传递意向 渴望上帝在人心中做感动 然后这些人 我们能够一同来 服侍上帝 这是第一样 第二 我们看到 以色拉 他近视祷告 他除了寻求 侍奉的人 然后第二 他近视祷告 他要他的百姓一起 宣告近视 在亚浩瓦河边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要 一同回到耶路撒冷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旅程 而且他们还带着许多的经营 许多的资源要回去 然后路上可能会面对危险 他讲什么 在第21到23节这边 他说他要这些的百姓在上帝面前进食 然后刻苦己心 让上帝给他们开一条平坦的道路 他说什么 他说22节那边 我以求王拨步兵骑兵帮助我们抵挡上帝的仇敌为羞愧 因为他曾经向王说 上帝必帮助我们 换句话说 以色拉拒绝了国王的帮助 他要专心的依靠神 既然要专心依靠神 他要刻苦己心 寻求上帝的帮助 以色拉的信心 是放在上帝那边 以致我们看到他如此的坚定 而且往前走 求神联名 我想这并不是容易的事 在这个过程当中 看到神怎么样在 以色拉跟百姓当中来做领导 有时说我们做领袖 读到这样的一段经文 也自己觉得惭愧 以色拉 作为领袖 他真的是 walk the talk 他对神有信心 他就 行出来 弟兄姐妹 求神帮助我们 当然我们需要智慧 但是我们要求神更多的帮助我们 有些时候我们不是缺乏智慧 我们缺乏的是对上帝的信心全然的相信 最后我们看到 以色拉寻求帮侍奉的人 上帝供应 以色拉寻求平坦的道路 上帝带领 他们真的平平安安回到耶路撒冷 第三 我们看到以色拉要求 这一些的百姓侍奉的人 要谨慎 小心 行事 因为当中有许多的资源 许多的钱财 以色拉说要小心 分别为胜 照顾 保护 保管这一些的东西 尽上本分 警醒 小心行事 因为这一些是为了上帝的缘故 来捐献 为了上帝的缘故 而奉献的 一直到 带回到耶路撒冷 而且要在这些的领袖 祭司的面前 过趁 确保 一切都是 黯然 hand over 完全没有任何的亏损 或者说 没有疑似 没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好好的hand over过后 那么才能够 一直这个工作要到hand over过后 才完成 以色拉要求 侍奉上帝的人 我们都谨慎 谨慎的背后 是因为我们分别出来 要服侍上帝 听众姐妹 这我相信是对你跟我 一个重要的提醒 我相信 我讲这段经文 对侍奉上帝的人 有三方面的提醒 第一 上帝自己 感动 侍奉祂的人 第二 这一个 侍奉上帝的人 要全然的相信上帝的保护跟带领 第三 侍奉上帝的人 要小心行事 分别为胜 我们同行祷告 天父上帝 继续使用我们 也感动我们的心 来去回应祢的呼召 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